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二百九十八集 新月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安慰她 这样搬出来住一阵也好 到时候你爸意识到没有人照顾 你奶奶年纪也大了 总会想起还一个种好菜 但愿吧 对了 你的脸还肿得这么明显 晚上回去打算怎么交代啊 新月替她担心 宋卿城不语 她也不知道回去该怎么交代 要不 你今晚就别回去了 跟我去宿舍住吧 新月知道 机灵母女俩也不是省油的灯 要是被她们逮着宋卿城这样 肯定又要问东问西 宋卿城想了一下 我刚还是算了吧 宿舍那几个女人 自从上次被我们反击之后 对我们一直是恨之入骨 要是看到我这样回去 她们不还得畅快地笑死过去 而且 她们不是已经要求 把我的床铺给撤了吗 提到这件事 新月就来火 别提了 也不知道哪个嘴贱的去宿馆那里告状 说你占这个床位 从来不回去住 后来宿舍床位又紧张 就把你那张分给别人了 算了算了 反正我到毕业之前 也不会回宿舍住了 给别人就给别人了吧 要不你就跟我挤一下 宿舍床就那么电 说到这里 宋卿城包里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我接个电话 她从包里掏出手机 看了眼来电人 眼底正了正 是纪正婷 宋卿城下意识地看下新月 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新月生头瞄了眼 她的手机屏幕 一眼就看到三个字 小气鬼 接啊 看着我做什么 新月笑她那傻样 宋卿城调整了一下心情 接起电话贴在耳边 轻轻地开口 喂 我马上路过你的花点 是提前下班 还是请我进去做做 男人一点都不客气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这人要不要这么突袭 宋卿城被她弄得哭笑不得 只觉得听到她的身影 心底便一暖 眼眶不自觉地湿润了 不用提前下班 不过 也不能请你进去做做 别告诉我你回家了 她可是打过电话 回去询问后 知道她没回去 才给她打的电话 宋卿城实话实说 没有 我跟新月在一起 你还是双新联 语气不由地变得凉了凉 宋卿城故作生气 季先生 你今晚说话都很不重听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 在哪儿 我过来 她好像没听到 她刚才不高兴的话一样 依旧是我行我素 宋卿城对她又无语了 就在学校路口的这个茶餐厅里 还挺浪漫的 我可能会吃醋 宋卿城果断挂电话 心里却又甜甜的 忍不住想笑 新月看了她一眼 你家大boss这么爱吃醋 以后我都不敢跟你单独出来了 你别听她胡说 她就是看玩笑的 那么冷酷的一个人 都被你调教得会开玩笑 看来我们卿城的魅力 还是蛮大的嘛 哎呀 你就别笑话我了 我得走了 宋卿城说吧 便叫来服务员买单 新月也没有耽误 人家谈恋爱的时间 买完单之后 两个人一起出来 计正亭的车子 已经停在马路对面 许是看到他们一起出来 计正亭也将车窗摇下来 由于马路上来往的车子 她不方便下车 宋卿城知道新月是开车过来 便叮嘱她开车慢一点 两个人到了别 新月离开前 出于礼貌 对车里的季正亭点头示意了一下 季正亭也点头回礼 然后新月才离开 宋卿城小心地穿过马路 直接绕到副驾驶那边 拉开车门上车 虽然她受伤的脸颊在另一边 而且她走过来的时候 也刻意将脸挡住 但是季正亭 还是一眼就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眼睛红红的 而且也不正面看她 怎么回事 季正亭沉声问道 宋卿城以为是被她发现了 目光飘了飘 不敢看她 没什么 走吧 她将脸侧过去 看着窗外 季正亭更加确定她有事 于是就直接将车子熄了火 再看向她的时候 从车窗中隐约看到她的脸 季正亭胸口一紧 一把将她拉过来 宋卿城猝不及防 整个身体被她拉得旋转过来 见她已经看到自己的脸 又仓皇地将脸别开 虽然只看到她那张红肿的脸一眼 季正亭的气息 便明显地重了起来 冷锐的眼底 冒出一团充满愤怒的火焰 脸色阴厉 谁干的 季正亭的语气 陡然阴森下来 面上亦是冷得滴水 别问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宋卿城将手从她手里抽出来 不想多说的样子 季正亭的面色更加难看下来 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后面的车辆 发出催促的喇叭声 她瞥了眼后视镜 后面堵了长长的车队 无奈 她只能先发动起车子 将车子开离这里再说 即便路上的车子很多 她的速度 还是异常的快 几乎是穿梭在每一个缝隙间 宋卿城看着 一颗星提到嗓子眼 手本能地抓住安全扶手 奈何她车技又超级的好 绕来绕去 很快脱离了繁华区 在一个方便停车的地方 车子又猛地停杀了下来 车子急杀 宋卿城在系着安全带的情况下 整个人稍微往前冲出去 又被弹了回来 换作是平时 季正亭可能会紧张 但此刻她没有紧张 只是沉着脸 侧目过来望着她 现在说 宋卿城靠在椅背上 心里缠绕着千丝万缕 说 从何说起 宋卿城淡淡地跟她说道 我家里的事 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你别管了 我就想静一会儿 可以 给你半个小时 话必 季正亭又系上安全带 启动车子 一脚踩下油门 车子轰的一声 窜了出去 宋卿城知道 她这个人认真起来 绝对不是随便能敷衍过去的 说实话 如果可以的话 这件事 她也不打算再隐瞒她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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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